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怎么样完全的歼灭了Delta病株 同时呢我们也看看屏东县 这几年变得非常有气质 我们看屏东县他的改变 县长你好 很高兴能够访问到您 我们想直接请教就是 在这回的全国对于Delta病毒的恐慌之中 屏东当然也遭遇过Delta 您给自己在防疫措施中 您这回给自己打几分呢 其实我一向不给自己打分数 因为打分数我们也不能当求人间裁判 是应该由乡亲来打 那我们是尽其本分把事情做好 那至于好与坏结果如何 这个就尽其本事吧 我们新新闻问您这次的防疫 做了一次民调 结果满意度是94.7% 那您有满意吗 我吓一跳 吓一跳 那其实这个防疫里面 您大概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这边也有个板子 就是说这边您做了一个 一个是紧急启动三大专案 共筛检14000多人 这是第一个措施 第二个措施是居家隔离者 期盼再次进行筛检 第三个措施是仿山乡 善于村及封港村 启动准四级管具 第四是提高疫苗施打率 65C让民众施打比率高达7成 第五呢 就是疫调比照重大刑案办理 你觉得在这个五项措施里面 民众满意度最高的是哪一个 应该是三大专案的话 这个是筛检 因为牵扯到这个筛检的那个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比较 就一嘛 这个最麻烦嘛 对不对 你真的有自知之明 这个就是第一名 94.5% 那第二个居家隔离者 这个呢 我们看答案92.8% 那第三呢 这个仿山乡的这个 善于村及封港村 准四级管制呢 是89.8% 这个一定会被骂的 被骂的很惨我知道啊 对不对啊 那疫苗施打率这个呢 是88.2% 那疫调比照重大刑案办理呢 是83.6% 你有没有很意外呢 是有点意外 因为要相亲配合 的确他们牺牲很多 如果没有相亲的信赖配合的话 很难 因为要比如说 他们三天禁止饮业 也不能走动 那另外要把它筛检的时候 大概会怕 那一般呢 我们台湾国内并没有任何的法规 要强制筛检 那所以要强制筛检的过程 这必须他们的配合 那第二个部分呢 台湾的法律规范 目前里面并没有隔离前满 一定要再裁检 那也因为要这个隔离前满 我们自行裁检 甚至呢他确诊的病患 他要前院的要出院的 都还要这个 这个CD值大于35 那这个是屏东要求比较严的 也因为这样我们抓出了 八九个案例 其实我们看看这个整个仿山乡的这个 这个地图它很特殊 它很狭长 我们今天上午呢 我们采访团队 特别去那个仿山乡 我们做了几个简单的街坊 当地的民众呢 他们对于你 当初那样一个强制的措施 他们都是抱持肯定的态度 那我们看看这个 今天这个街坊的情形 我觉得县长两任的那个任期 都表现得非常好 我个人是很满意 很满意啊 他都有关心我们啊 他真的很好 潘县长就任屏东县长六年以来 表现得很好 全国第一个五星县长 就是潘梦安潘县长 满意度还是不错 还是蛮高的 有九十分以上 我觉得还蛮满意的 有高于八成以上 他在我们屏东 館厂这些館厂这些楼 什么都做得有够好的 认同 我还蛮认同的 是 我认同 他的成效是蛮高的 我发现得很不错 他也是很了解 我非常认同 因为在黄山这边 真的对大家都还蛮照顾的 像Delta来的话 他马上把整个封锁起来 这一点我觉得还做得还 真的还不错 认同 因为一切也在我们这个地方 他第一个时间拿捏得很好 控制得很好 非常好 这张我爱你 谢谢 好 为什么可以取得这个 这么多民众愿意信任你 做这么 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那个是一个天然交战 当第一个案例 22号森林之道 23号公布案例的时候 我们在同时在做精准预调的时候 发觉他同一天被匡内的隔离裁检者 有四个案例 然后呢 这个白白车司机的他的这个家人 也都是 但是那时候还没确诊 都是在被隔离当中 那也因为这样感觉说 一个社区23号公布 然后24号出来又多四个案例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在心里面在猜想 很奇怪 他到底是怎么样染疫的 我相信他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活动力又特别强 因为他是进行车司机 载了非常多的人 跑了非常多的县市 那因为他所接触的人都被我们框 那这个过程呢 如果没有这个司机 他很老实去交代很多行程 因为在乡下很多记得片名而已 可能他载的是一个这个外籍移工 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付了钱就跑了 那这个呢都是要经过精准疫调 然后用片名 逐一去访视访谈 然后去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坦白讲 哇这个费很大的功 那23号确定这样的案例 当下呢23号晚上 就决定20号凌晨 赶快把检体送到这个 台湾呢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要求昆阳实验室来做检验 基因序列的定序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合理化 有几个感染源 白白车司机 他不可能自己染疫 然后呢他可能接触 他的载的客人里面 是有北部回来的 那个时候刚好双北更严重 第二个他有农民的 跟他说在采收农口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北农的专案 那个全国的北农专案 所以两个感染源当中 还有北部回来的 那另外呢 在疫调的过程知道 哇 原来这一个阿嬷的隔壁呢 是一对秘乳回来 境外回来 然后呢 他有可能 但是呢 疫调里面他并没有接触 那怎么感染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整个 大概台湾那时候流行的 都是Alpha病毒株 所以我想说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其实那个时候很紧张 如果把它防止好就好 但我还是一种打破砂钩问到底 科学办案 对 用这样一个科学的方式 你基因一定跑不了 所以我想说是台北下来的 还是这个隔壁秘乳 它本身是雷龙的 那这样到底是哪一个病毒株 所以去要求昆阳实验室做基因定序 25号公布之后哇 傻了 都不是那时候媒体报道的 秘乳变毒病毒株 或是Alpha 或英国 或是原来的武汉 对 就是Delta 那平空导致Delta 我们从文献上看到 它的传染力很强 哇 我那时候很紧张 匡列十几个都是确诊的 所以25号当下的时候 就我们在20 已经看到已经社区的感染 所以24号的当下 就已经进行了 赶快设筛检战 所以你是比照这个重大刑案在办案 对 那一边疫调 一边调查 一边隔离 一边24号同步在封港 那个村庄做这个筛检战 那当初筛检也很不顺 大家不一定出来 那我要特别拜托 就是村长一个一个去讲 这个筛检一次要6000块 你坦掉哦 所以他们就比较意愿 然后你筛检完 我那个时候25号确定是对了之后 我马上打电话给 陈时中部长 我说你是不是可以给我疫苗 我鼓励 能够让筛检更精准 然后他们给他们疫苗 而这个过程当中 也因为这样 26号在启动第二个专案 就是第一圈 封梗扇鱼围起来 第二圈 再把另外一个村 就刚隔离46公里的第二个地方 再做第二道防线的筛检站 就成功把他围堵住了嘛 那这个是仿山 那另外还有仿寮26号两个个案 一个老农民 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接触 所以这边匡列的隔离了300多个人 那这个老农民 他怎么样去 都没有任何的接触史 怎么会凭空呢 所以我们在要求基因定序 那这个过程的基因定序 他们同时从疫调里面了解 这一对农民跟这一对农民 在相隔46公里 曾经在某一个时间点 14号到过秘密 那个医院的 医院的 然后16号不同的人 又到过那个医院 但是一个是急诊 一个是门诊 不同的路口 那怎么会去有交叉呢 所以那个当中平面图掉出来 整个在推波的过程 先把医院先关起来 然后整个环境检测 对 那这个过程在 仿疗在同步 三天三天同步这样的专案 这边在设筛检站 哇 那个过程真的是 那当整个还是验证是Delta 我们才 验证明说 这个医院里面是有问题 其实除了感染源之外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仿山是生产芒果的 那真的说他除了这个感染源之外 他的芒果也制销 你也很贴心的去推销他那个芒果干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这回我们的团队两三年前我们也来过 我们觉得说这两三年来 其实屏东变得很有气质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是 屏东县立图书馆的总馆 大家看看这个是这个图书馆 他们做的这个文青小屋 这个包包这个很有趣 这个基本上它是很简单的 那当然当然说 现场这边也是他们做的那个灯 这里面有些文创商品 这个灯是两则式的 它可以变成一个 很雅致 很像女生的百则群 对 还可以变成 黄光跟白光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这个 当初是凤梨契单的时候 我们自己那时候国内在 大家很多热心热血的好朋友 就是添过了很多的凤梨 所以我们就送这个袋子 大家很时尚 那就是一个很吵吞 对 这个县长已经说了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们除了这个能够 分享县长的整个防疫 跟这个屏东县的进步的情境 之外 其实我们今天也会送一些礼物 包括刚才的这个文青袋 还有这个凤梨袋 以及我们的这个口罩 跟口罩套 对 对 这个是水果的 对 那当口罩成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对 那这个它就要讲究美学 那所以我们自己也没有发现 就是请庙与见证 这个口罩 口罩国家对 那我们把我们屏东的特色 就是水果 七个水果做成口罩 很漂亮 我们今天就要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在影片播出的七天内 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 我们今天除了送礼物之外 我们也赫然发现 屏东和每位同仁的名片上面 它有一些CIS的设计 这个都不一样的局处 14个不同的这个图 对 我们希望是让局处同仁 把自己管辖的业务 一种美学的概念 一般过去公布本的名片 就是生生硬硬 比如说把产业文化 比如说海洋的 这原民处的 这个客家的 然后这个绿西规 大概不同的局处 它所辖管的业务不一样 所以有不一样的名片 这个请大家这个 仔细看我们风传媒的网站 我们会把这个14个CIS 跟它的代表意义 我们会细细的跟大家分享 看见不一样的屏东县 那当然这个这回奥运 7月份奥运 我们这个屏东的那个香蕉 也是很不简单的进入到奥运 其实县长您对于 屏东的这个农产品的 整个的升级改变 比如说像以前 我们屏东看到最多的是 那个冰榔园 对 现在都变成可可园了 对 然后做成巧克力了 是 那当然您对民众照顾 比如说您还有推出那个 联用保险跟农产品的保单 所以您基本上面 您这个这样的心情 怎么样跟我们分享 是这样 我们屏东是一个花果天堂 那过去的檳榔园 我们把它请求废更改成可可 所以世界金白巧克力的故乡 变成在屏东 那我们自己的屏东的 原生种的咖啡租种 就在原民的一个地方 在零下经济来中 那么另外的水果非常多 那因为我知道2020 大家很关注东京大会 所以我们2018 19年就在准备 就推 一直推嘛 对 拿到Grogab 就是欧盟认证 那因为当初的 冬奥的一个筹备委员会 他对外讲 他的食材 全部都是要经过Grogab认证的 所以我们从香蕉跟凤梨 两个单项 拿到这个认证 那另外我们在农产的推销上 未来有结合AIOT的一个 大数据 来让整个农业更智慧化 因为面对了农村高龄的人口 那未来的智慧化管理 从气候监测 土壤的酸碱度 到整个合时的有效的管理 栽培 运用 施肥 那这个呢 都是一个在未来农业 迈向一个新境界 所以让产业的革命 那甚至呢 在整个这个业别上 我们也负责在国外 像今年的东京奥运的所有的香蕉 每个选择都是来自屏东 那这个就是我们 有些像水灾这方面你怎么样去帮农民 做到一个照顾的责任 所以我想 你屏东有从事农业人口大概有40%左右 那这包括 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那农民常会碰到两个问题 台湾有句俗话说 农民如果到胸就自己过夫妻 我们的军工教老都有职业灾害 但是只有农保没有职业灾害 所以屏东率先全国 我们自己做了自治条例 让农民在做职业灾害的时候 他可能喷洒农药过多或是中暑 这些有一个职业灾害认定 他可以得到保险 那第二个人保住了之后 再来保物 所以我们把产品 把屏东推出的第一张 全球第一张的石斑鱼的保险 全球第一张 全球第一张 那第二个就是连物的保险 那因为农民最担心的就是气候 农民比较朴素的是 他自己农民他可以很热天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应付这种极端气候 比如说台风来 比如说天灾雨灾风灾 这些都导致在整个产销失衡 所以我们鼓励从人的保障 保险之后职业灾害的保险 未来就是产业的保险 单一类别它不一样 凤梨有凤梨的保单 香蕉有香蕉的保单 花卉有花卉的保单 联物 那因为它的特性不一样 产期产季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跟保险公司来谈 就是说他可能是来用风数或是雨量来计算 很科学 对这个比较科学 那农民也付一点点保费 中央跟地方政府来负责四分之三的保费 农民负责一点点 让这样可以责任分摊 政府大概花了100多亿 都是在农业天然灾害 那如果把它导入商业的保险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未来 可以不但是可以节省国库 第二个责任分担 让农民有更好有保障 农民只要付一点点的费用 他未来的商业 这个就像我第一张的 这个或是联务也是全国第一张的 只要那个雨量过 不管你你终止没有任何的损失 照样要理你 那没有人来学习你吗 在抄袭你的这个创意 因为我觉得你很特殊 就是说你一方面是很科学 可是你也很温柔 那这个部分刚好 现在中央已经修法了 所以中央目前有农民的职业灾害的保险法 已经通过了三途通过了 然后农产品的保险法 这个都是在引领整个台湾 让农业永续你必须把人有保障 把产业有保障 这样的这农业才能生生不息 要不然这个农业 有可能面临的全国都一样 都面临的农村人口高龄化 没有这个人力都不足 这个这个劳动人口 没有这样的劳动人口 所以往往在我们乡下做产的做事的 都平均八十几岁 都阿公阿嬷在做 很劳要再做 对 没人接吧 没有办法 那所以这个农青的训练就很重要 让年轻人看到未来 他可以用 智慧化 或是用科技化的设施设备 来进行友善的管理 来进行规格化的管理 就像我们进东京奥运一样 他的可以因为AIOT的介入 让他可以 产品规格化 upgrading 而且升级 对 那这个我们想请教说 您在这边是第二任了 然后当然这个我们先去做了街坊之后 这个民众其实都很不舍 就说您因为任满之后 您就是不能再当县长了 大家当然会希望说您继续留在屏东县这边 继续为乡亲能够服务 当然 虽然您刚刚讲到说青年返乡 或者说整个的升级化 其实交通建设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您念字在字的 就是说希望这个高铁能够延伸到屏东 那这部分您接下来要怎么去努力呢 我想我很感谢行政院来 我们的长期来这个弃而不舍 当2007年 我2005年进入立法案 我第一天就要推高铁来年 那时候07年 开通的时候 我们认为 那个时候只有在一小段 因为过去屏东长期因为高平溪的阻隔 高平溪左右两岸 南北两岸 是两个天然囧然不同的世界 一个工业一个是农业 一个是农业 所以也因为长期的失衡 让屏东的人口一直在流失 就业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我上任之后招商引资 第二个解决交通的困境 就好像人体的主动脉一样 这个动脉不通 所以到末端的咖啡而已 就像我们屏东是一个末端 一件咖啡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打通主动脉 就高铁能够燃园下来的话 那这个整个交通动线 它会带动区域的发展 以及产业的投资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 那也就关键到 其实终于核定 这个蓝年之后 我们再做科学园区 产业园区的开发 让这边可以变成农工商 甚至一个宜居的城市 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过去制度的失衡 让屏东可以在区域的发展里面 能够占有未来的一席之地 屏东这边服务了六年多 做现场六年多 你有没有什么故意 两个故意 要跟这个我们献民这个分享的呢 我想屏东人的特质 就是说我们从过去呢 我一直带领我们团队 我一直要求我们团队说 屏东人的得胜 得胜是什么 每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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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发重取宠 也不去说 你都不口水 沟公送的 那个没有意义 因为人民要看的是时机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 过去屏东被默示的是 好像是一个遥远的代名词 屏东好漂亮 好远 就是一个遥远的代名词 那我接下来我想说 跟美女一样 越美丽越遥远 所以我现在 我的责任是把屏东 扭转成一个品牌 一个屏东价值的建立 就是整个城市的光荣感 那么屏东 不再是遥远的代名词 而是一个品牌的屏东 它是有气质的 像我今天这个上午 特别这个 7点左右 我就从这个我们旅馆 我就走那个仁爱路 然后就走到胜利路 然后从中山路这样逛过来 我觉得屏东 变得非常有气质 那您自己这个 平常这个 当然我们都要做 做现场都是铁人行程 好像替人都不累 你平常假日你怎么休闲呢 其实我的人生是黑白的 基本上 投入这个政治工作 基本上都是一天当两天用 要很有热情 对 尤其当行政所长 压力又特别大 不像当民意代表 我当了20年的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 坦白讲就可以 你转型很成功 不敢 因为当行政所长 责任压力是不一样 父母官嘛 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要面面具到 要顾虑到很多 那自己要沉得出去 很多的危机的处理 那基本上 我的人生是黑白的 工作之外再工作 也没有什么休闲 也没有在运动 这个是我比较不好的示范 接下来要调整 那你有没有这个 对于屏东县 这几年变得有气质 也没有特别 对我们全国的民众 能够介绍几个台东 屏东的景点 我屏东到处都是景点 不管从山海 从山的高山峻岭 从原民部落 不管你要三个太阳 两个月亮 或是四个太阳 三个月亮的行程 所谓太阳月亮 就是几天几月 四天三夜的 对 那部落里面也可以安排你们找 让老板找不到的游城 就是里面是一个很大自然的环境 那当然 平北这边有平民休闲的农场 包括它是一个花果天堂 都会有都会 那屏东山 海 农村 渔村 各有不同的面貌 沿海县有它沿海县 客家聚落里面有它火房 有不同的文化展演 包括它的历史建筑火房的概念 这个平洞就是台湾的社会收盈 整个不管你先来后到 只要在平洞这个土地上 大家共存共农 哪怕是里岛的小流球 恒春半岛过去被化为化外之地的 这个恒春半岛 或是沿海 或是部落 对 这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场景 它有它不同的文化底蕴及特色 那我们就是一个当大厨师一样 我是一个城市设计者 怎么样把这个厨师 把这么好的素材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把它把屏东 像这么多亮丽的元素把它串接 像一颗颗原住民部落 那种璀璨的琉璃珠 一个元素代表一颗琉璃珠 我扮演的项链的把它串接 神的角色把它串接 那就是未来璀璨的屏东 品牌的屏东 当然我们到屏东来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屏东 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 它除了这个像县长您讲的这个多元化 它是很璀璨流离珠珠 其实它变得很文青 很有气质 而且其实很多地方是很温柔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 有机会能够到这个屏东这边来 这个看看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屏东县 然后也体会到我们整个的屏东人的这个热情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这个县长您 这个因为这个潘孟安 因为潘孟安所以屏东平安 这个我们特别提会到这句话 我们也谢谢到这个县长 也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